高雄南横马拉松邀请大众为自己的信念而跑 2016年高雄南横马拉松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与原住民委员会共同推动 将于明年1月31日在六规级桃园区登场 大会中由台湾超马妈妈邱淑荣将南横马拉松的大会精神棋 送至观光局长许传胜的手中 以行动说明高雄市历经许多灾害 能努力建设重建重生 这次马拉松的路线既有42.5公里老鹰拳马 22公里飞鼠半马 5公里山珠健康跑三条赛事路线 适合不同运动爱好者 这次我们特别办的高雄南横马拉松有几项意义 第一个我们要跟全国的好朋友圈告 巴巴放在之后造成的南横的这个山派 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个地方道路交通 尤其到桃园这一段已经恢复了 可以迎接我们全国各地的观光客 到六归来到宝莱来到桃园这一带来 观光休闲到这里办任何的活动都是安全的 第一点部分 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运动行销 最近这个高雄我们推一个新的观念叫做运动高雄 不管是来高雄这个打高尔夫球来高雄从事各种的水上活动 我们从这个暑假开始一系列的从这个连子坛爱河到这个奇金海岸 多种水上活动或者是现在很夯的来高雄跑马拉松 这是我们用这个运动行销的方式来带动更多的观光客到高雄 尤其各位知道我们这是一月三十嘛 对不对 在北部是很冷的时候啊 但是在高雄一季最好 这个时候还是阳光很好的很普照的日子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台湾各地都很冷啊 都下着雨啊 这时候来我们高雄来登记我们高雄南河马拉松就对了 高雄近年来的转变全世界有目共睹 新航线的开设 便利的交通网络加上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 让高雄成为国内外旅游热门景点 除了市区的观光 更希望能将观光客带到高雄每个角落 2016年南河马拉松活动 结合当地资源 邀请热爱路跑的民众细细品味南河山区的美 法际新闻 廖杰林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